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这世界上有一千种等待 最好的那种叫做来日可期 炎幕的这一段话 感动了许多少男少女的心 爱情大概就是这样 只要能和索阿之人在一起 便是最大的幸福 2014年 瓦利·菲斯特拍摄的电影《超夜骇客》 为我们展现了成年人之间的爱情 让人感动却又无奈 科幻片逐渐成了最受欢迎的一类影片 强大的特效 逼真的3D 以及刺激的剧情 让观众格外的喜欢 导演因为未来学家 雷·库茲威尔的一番话产生了灵感 一部靠着人工智能的新世界由此诞生 一场新世界的斗章也随之展开 《超夜骇客》的男主角 由威汉尼·德普扮演 他出演过《剪刀手爱德华》 《加勒比海盗》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等剧 戏剧相当宽 而且演技 颜值绝对值得信赖 在《超夜骇客》中 德普出演的是男主角卡斯特 他是一位科学家 手里掌握着新技术 并且设计出了智能机器人 人们的评价也是薄饼不一 虽然他获得了非凡的成就 对妻子的爱却是至始至终的从未变化 真的是好男人啊 这才是广大少女们的正确选择 卡斯特的妻子伊夫林 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他非常热爱大自然 想要创造一个清静的后花园 爱情如命的卡斯特 就在园子里搭建了黄铜网 隔绝一切电子信息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吧 让人好生羡慕 本以为两人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是兵具大大的绝对不允许 一场事故就这样来临 反对人工智能的恐怖组织出现了 他们炸了房子 而不幸中枪的卡斯特 因为感染了放射性物质 生命也开始进入倒计时 高科技给人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但是同样也有最致命的威胁 在未来的高科技时代 让一个人复活显得有理有据 一个为了救活丈夫 一个放心不下妻子 夫妻两人决定冒险形式 他们将丈夫的意识注入到智能电脑中 自然是成功了 虽然搭着电脑里没有肉体 卡斯特依旧凭借超高的智商 创造了许多新科技 其中以纳米技术最为强悍 不仅能够使人体恢复健康 更是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一个人强大起来 就会让全世界产生恐惧之情 进而便会视法消灭 如同旧时代掌握大权的将军 总会成为皇帝的眼中钉一样 卡斯特也成为了全世界的眼中钉 随着纳米技术被散播到整个宇宙 人们的恐惧之情越来越深 甚至连伊夫琳都相信了这种鬼话 最后幻化成人形的卡斯特 还是被妻子和全世界所杀害了 不同的是 她不用再担心妻子的安危了 因为妻子也随之去世 整个世界都陷入混乱之中 卡斯特不过是不放心伊夫琳一个人 所以拼尽全力地回到人间 拼尽全力地实现妻子的愿望 却没有想到被世人误解 而伊夫琳到最后才懂得卡斯特的真心 也是可笑至极 虽然我知道我已经死了 可是我实在不放心留她一个人 有的爱是轰轰力力 而有的爱则是默默付出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